蒙古韩国创建后不久,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便打着为先祖报仇的旗号南下进攻金朝,经过长达23年的浴血奋战,终于灭掉比蒙古实力强大数十倍的金朝,成就惊人,在一系列战事当中发生在1211年的野狐岭之战,无疑是蒙古对金朝的第一场大胜。 而此战不仅扭转金强猛弱的战略局面,并由此奠定灭亡金朝的基础,这场意义重大的战役,竟然还是以少胜多,成吉思汗是如何做到的。 这里是瑞历史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,蒙金世仇的渊源。 此后,金国战刀所指。 草原蒙古,西北西夏,进阶臣服,金国对其所统治下的区域实施残酷的统治政策,尤其对蒙古,蒙古与金国的矛盾巅峰,始于金国第三代皇帝金西宗完颜旦在位的时候。 当时成吉思汗的祖父安巴海,被金国宰相所骗,只带了几个随从,前去金国提亲。 结果到了金国以后,金西宗诬陷蒙巴海,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,蓄意谋反,于是命人把蒙巴海给活活钉死在了木石子架上。 由于金西宗知道,他杀了蒙巴海,必定会引起蒙古人对他的仇恨,于是金西宗居然下令四处绞杀蒙巴海的后人。 说是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,导致俺巴海的后代都四处逃窜,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,有些没有逃走的就都被金人给抓走残忍的折磨死了。 手段极其凶残,可以说蒙古与金国是世仇,战马之上比弯道。 但金国千杀万杀,还是没有斩尽杀绝,其中一只俺巴海的后代逃出了金国人的魔掌。 这一只就是耶素该家族,耶素该带领着自己一家人,在草原上终于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。 同时,他的儿子铁木真也渐渐长大,就是后来统一蒙古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。 时间来到了公元1206年,成吉思汗铁木真在统一了蒙古部落之后,在沃南河上游建立了蒙古帝国,开始了席卷天下开拓疆域的征程。 第一战,与蒙古世仇的金国首当其冲,在蒙古铁骑的强大攻势下,金国屡遭败迹,但是仍然没有动摇金国的国本。 对于一心想要席卷中原的蒙军来说,不先打败这个长城以北的强大对手,蒙军想越过长城,剑指中原,简直是做梦。 于是在公元1211年,成吉思汗在经过了五年的精心准备之后,对金国发动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场大决战,也狐岭之战。 国运之战 野狐岭之战一场决定蒙古与金朝双方命运的关键性战役。 这场战役不仅影响了之后蒙金交战双方的政权命运,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格局。 严格来说,野狐岭之战又分为两场战役,分别是欢儿嘴大战,快和宝之战。 当时金国在位的皇帝是魏少王完颜永济,这是一个平庸的皇帝,其为了永出后患,决定调集金国主力大军与蒙军一决雌雄。 当时蒙金双方的兵力配比如下,蒙古兵有十万之众,由成吉思汗亲自率领。 金国则有四十五万,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,但在战事之初,金国方面完全采取首饰,不惜劳民伤财地在北部边境修建了长约三百百公里的戒豪,想借此来阻挡蒙古骑兵的冲锋。 结果,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在奋兵牵制的前提下,集中主要兵力猛攻一点,金国苦心经营的三百公里,戒豪瞬间土崩瓦解。 成吉思汗的大军突破金国建豪之后,大军长驱直入,相继占领环州、昌州、辅州等地,一路向东兵封直指金国都城中都,此时接连败退的金国大军一直退到张北野狐岭一带,打算凭借错综复杂的山势来阻挡蒙古大军。 至此,蒙金野狐岭决战正式拉开了帷幕,当时,金军统帅完颜成域之所以选在这个地方驻扎,是因为野狐岭险郡的山势地形,有利于遏制驻以马术舰长的蒙古骑兵。 他沾沾自喜,决定把45万大军分散在野狐岭不同的山市地带,分距险要,严防死守,蒙古大军必会在这里一败涂地。 时间来到了公元121年8月,野狐岭的山坡上站满了铠甲鲜明的金军士兵,他们由金国的参支正式完颜成域统帅。 而他们对面的敌人,就是五年前还沉浮于他们的草原蛮子,现在竟然敢明目张胆,得向他们的主子举起了战刀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,站在帅营中的完颜成域,带着好似已经胜利在望的微笑,等着看一场猛军全军覆没的好戏。 野狐岭外围刚刚抵达的成吉思汗,坐在战马上,看着他身后的十万精锐骑兵,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。 金人数十年来对蒙古采取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,他们不仅要蒙古纳贡,还每三年遣兵向北角杀,为之捡兵,成吉思汗自己的祖父被金人钉在墓驴上处死。 不管如何,金人和蒙古早已是血海深仇,不死不休,想到这些,此刻的成吉思汗战已滔天,天才的战略眼光。 然而,愤怒并没有使成吉思汗伤失军人的理智,成吉思汗不愧是天生的一带天骄。 当他看向对面的野狐岭上漫山遍野的金军旗帜之后,敏锐地发现了金军的战略意图。 完颜成玉想凭借野狐岭带的起伏山势,分距各个地势巨手,分割包围蒙古军。 从这一点布置就可以看出来,完颜成玉是个十足的蠢货,这样步兵的优势纯属于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 这样在山野地带的分兵巨手,在没有无限通信的十二世纪,这种排兵布阵纯粹就是找死,因为这样不但会分散金潮的兵力优势,而且还会大大降低各个将领之间相互沟通的效率,更会使彼此之间的配合或是救援大打折扣。 但是完颜成玉是个蠢货,天才的统帅成吉思汗可不是蠢货,当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抵达野狐岭之后,成吉思汗一眼就看出了金军布阵的致命缺陷,于是成吉思汗的猛军就像恶狼一样抓着金军的这一致命缺陷,集中优势兵力一路猛攻猛杀。 成吉思汗亲自指挥十万蒙古大军,集中打击四十五万金国大军中的十万中陆军,金军这十万中陆军驻扎在欢儿嘴,因为山势险要,蒙军全部下马不战,蒙军大将穆华黎,亲率巴鲁营赶死队,挺枪冲入金军阵中,一马当先,直接朝着完颜成玉的中军指挥部攻杀过去,结果因为金国军队分散在野狐岭各个山口险要,根本来不及联络调动相互救援,被打得大败而困。 完颜成玉下得六神无主,一将无能,累死三军,顾不得抵抗,也顾不得还分散在野狐岭各处。 正在和蒙古大军激烈拼杀的金军将士,竟然带着数千亲兵卫队率先逃跑了,真是一将无能,累死三军。 在蒙古大军一路高歌猛进的带动下,蒙军士气高昂,越战越勇,而此时地分散在野狐岭各处的金军,因为得不到主帅完颜成玉的指令,也不知道战场的形势如何,在蒙军发疯式的攻杀之下,完全是斗志全无,全军彻底溃败,纷纷向后方逃跑。 蒙军乘胜追击,野狐岭上血流成河,失衡遍野,于是野狐岭上演了一出历史上精彩的追逐大戏,同样是游牧民族出身的金军。 一副失魂落魄,宛如商家之犬,在前面拼命地跑,而斗志高昂的蒙军,手里拿着沾满鲜血的战刀,在后面拼命得追。 逃跑之时,完颜成玉手头还有数千人,在逃亡的路上,不少溃散的兵马又跟他会合, 于是大家结伴跟着完颜成玉一起跑,一直跑到了快河堡,此时完颜成玉惊喜地发现还有数万人,他喜不自禁,准备稍微喘口气再跑,然而还没有等他喘口气,成吉思汗亲帅追兵赶到了。 再战快河堡,完颜成玉惊魂不定,最后再确定被猛军包围,无法跑掉时。 一咬牙那就打吧,于是在激战了三天后,金兵终于彻底丧失了最后的抵抗能力,成吉思汗亲帅三间惊奇, 突入敌战,随后数万猛军对金兵发起全面总攻,鲜血染红了快河川,完颜成玉只身逃走,金国的最后主力被彻底消灭干净, 自此金国的国运不在,为之陪葬的是将近五十万金人的尸体。 1214年3月,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城市包围了金国的都城中都,鉴于中都城高持身,成吉思汗认为一时之间难以一战而下, 遂前使逼迫金国议和,金帝完颜永继被迫献出公主和五百童男,五百童女求和。 成吉思汗引兵退出居庸关,北桓草原,此后不久,魏少王完颜永继被全臣胡杀胡所杀, 完颜永即位视为金宣宗,新皇帝金宣宗害怕猛军再次进攻中都, 不顾图善意和太学生的反对,随迁都南京。 1214年6月,成吉思汗以金朝迁都南京而违约为借口, 成吉国人心浮动及金军内部划遍祥猛之机, 遣部将三莫和拔兜,使某明安率军,会和祥猛金军进攻中都, 以围城打员和招降之策,于1215年5月攻克中都, 成吉思汗下令将中都城府库的财物全部运往蒙古草原, 随后又下令允许蒙古将士入城抢劫, 金中都陷入一场灭顶之灾,大火跃于不息, 一座繁华的都城变成了废墟, 而此时,金国在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全部被蒙古相继占领, 野狐岭之战是金朝失败,蒙古胜利的大转折, 又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战力, 野狐岭一战是金国输了元气, 此后再也无力对蒙古发动大规模的正面狙击战, 只能进行被动的防御,复仇之日,庙堂近毁, 14年后,即公元1229年, 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及蒙古捍卫以后, 他率蒙古军队三路南下, 从南宋的统治区内通过绕过经朝的军事重镇同关, 一举攻占了汴京, 1234年,南宋和蒙古联军攻破蔡州, 金朝彻底灭亡, 蔡州城破之后, 窝阔台命令把金国的所有黄金贵族中的男丁, 不论男女老幼, 一律押到刑场斩首, 并且暴尸三日, 金国皇宫中的女子下场更为凄惨, 全部被押送到蒙古大军的军营去做军纪了, 她们曾经都是皇宫的贵妇人, 如今沦为了人人蹂躏的工具, 于是好多女子不堪受辱都选择自尽了, 忍辱负重活下来的最后的下场也很凄惨, 可以说窝阔台彻底为她的祖先报了仇, 之后蒙军占领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全部土地, 蒙宋战争揭开了序幕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